今天晚报封面故事呢 我们来看所谓的刹那就是永恒咔嚓一张 这个拍下来的这张照片呢 这个镜头记录了台湾2015年之后的 这个政治新局面 也记录了民进党胜选的喜悦 同时更记录了 我们看到花妈陈菊 在政坛上独一无二大解大的位置 这个场景呢 是在这个六都市长就职典礼之后 直辖市长受邀参加院会 其中我们看到六都里面四都都是民进党 特别是由这个陈菊 在会后呢 他带着赖清德 林佳龙 还有郑文灿 要向记者说明开会的状况 这一幕呢 媒体拍了下来 是不是很有电影的场景 立刻在网路上疯传 网友特别注意到这个花妈 走路起来样子霸气十足 有人不断地哭手 说大家看起来就像是个复仇者联盟 高雄市长陈菊 披着大围巾脚步豪迈 走路有风 一位三位绿营直辖市长更在旁边 六都新任市长 首次参加行政院会 被戏称使地方包围中央 像这个采演的问题怎么支援公平分配 南北平衡 这是台湾社会共同关切 南台湾天后发言 其他后辈评语点头 花妈霸气hold住场面 还可以制定回答 今天没有讨论这个议题 好吗 今天 我觉得设施有违反地质法来公共 对不起加龙 掌握六都中的四都 加起来将近一千万人 四位续长要求统筹分配款 必须公平划分 因为104年的版本还是中北青南 尤其台北市长年得到最多支援 让其他直辖市认为并不公平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参加院会 但他没说话 不时摸鼻子还闭上眼睛 会议结束就快闪离开 柯市长都没有表达什么意见 那我们跟柯市长一进门 我想大家也是很久没见了 所以互相热情的打招呼 身举领军争资源 这一幕让网友胜散 看了超优感 其中根本是复仇者联盟 尤其花马走路向大截头 三王一后合体霸气十足 网友还马上替这个场景 哭走出不同版本 替四人披上盔甲 或是变身电影海报 让这次初级多了意外的娱乐效果